大家好,我是Rakasoft 這件產品是幾間店舖都在購買的 它是日本的Silicon Face Shield 我相信打遊戲的兩者最煩惱是眼罩和面罩 眼罩我之前也比過六款不同的眼罩 可以看看 而面罩通常是你不戴面罩就中了面罩 你戴面罩就一顆都不中 但面罩最難取死的評人 就是實用性、保護性和型的混合版 因為有些最好的保護性的東西 當然是整塊面罩 不開名的 就是整塊面罩最好的保護性 但當然那些就離開了軍裏 就算下面穿得多漂亮的軍裝 始終都是差一點的 我就兜兜轉轉過幾件東西 其實我最多用了這件 但這件真的太AIRSOFT 不過它真的 要是透氣、有保護性強 KT卡的東西 而另外呢 我曾經都用過這些厚的頸巾 但這些中了蛋 其實都會流去的 在臉上 其實臉我覺得是其次的 最重要是排牙 因為我都見過幾多人在歐多亞打崩了隻牙 所以我的保護牙就很麻煩 最後呢 其實我自己過來就很喜歡戴這些頭粒 因為我現在用的耳機是入耳式 所以戴頭粒就把所有的線都在裡面走 變成耳朵沒有線在外圍 就算是槍帶 或是上下都不會卡到耳機 所以當我看到這件 如果這件配合頭粒 就對我來說應該是最好的東西 對 對 近來疫情就讓大家喜歡戴遊戲 喜歡戴遊戲 喜歡戴遊戲 除了抗疫保護性 也有保護性 另外一件事 它也是保護著排牙 而且它的導向 這些呼吸位置 在旁邊 就變成上面用過眼鏡 暫時都沒有起霧 至於說起霧 這件事 雖然鼻位就蓋住了 讓精氣不要上去 但如果你要緊緊臉 我試過呼吸才不會起霧 如果平時靠頭筋粒 始終有些位置 呼吸時都會有些武器 附下鏡也會起霧 起霧性來說 始終對主主比較好 先說一下它的保護性 保護性之後 再說一下它的實用性 第二件事 看到它擴傷的東西 就是會不會過BB蛋 其實是不會的 那洞是小的BB蛋 要壓進去才能進去 如果真的一粒BB蛋 這麼正打正中間 而又穿過去 我相信應該就沒力了 然後我剛才試打過我的面罩 近距離用手槍打了整個夾 那我的手槍就買了幾個儀裝 就是0.9-0.6 之後就換了一些重火 換了一些長火 我換了彈弓 打0.3珠 打1.8幾J 應該打了10槍8槍 那我全部手槍和長火 都是打小這個位置 那你就看到它有少少粒位 就應該有些長火做的 譬如這裡有粒位 這裡有幾個粒位 但整體來說 因為它有軟彈性 其實我都不擔心它會爛 只不過都照樣打 這件產品 我看到它的賣點就是隔氣 隔氣 我看到有些人說 外科口罩在外面 就可以透氣方面 但如果外科口罩 老實說個人 對於這個概念就一般 因為外科口罩 其實所有口罩都是一樣 除了這個物料 防到東西之外 其實你周邊也很重要 因為旁邊要貼上 其實最好是貼上臉 也貼到很緊 你才可以靠這件產品來做修圖 如果不是你撿了孔 的話 空氣在側面 就會減低了修圖功效 所以如果你戴這件產品 在裡面 你要確保外科口罩 可以包上臉 貼上臉 才會好一點 譬如你這個位置有個洞 或者旁邊撐起了 就會減低了外科口罩防疫的效益 但如果KF94摺開口罩 摺開中間的口罩位 如果夠裝這個東西 就可以了 因為KF94自己用過 這樣蓋下來 其實旁邊是封得很緊的 所以如果你中間的位置夠大 燒進去 的確可以撐起了 因為KF94 你休息的時候 就會吸進去 機材敷 如果有些要頂一頂 就應該會好一點 如果大家想純粹戴外科口罩 兼這個 其實不是不行 不過我覺得 如果那顆蛋真的中 應該會 弄壞口罩 所以如果給我自己 我會再套多 這塊布 這塊布在旁邊套下去 如果它再套下去 這樣戴 應該就可以 可以保護到口罩 就不會懶 因為如果你拿著口罩 然後又打穿洞 那你就自己 沒有做防疫的意思 如果你想在大遊戲裡 做防疫的話 那說回來 剛才的試駕帶 頭粒 帶這個 我打開槍 它上槍的時候 有一點點 可以硬到的 但是它硬下來 這個位置頂 就不足以令你 把眼鏡動太厲害了 而且你一放槍 其實它都會回到原位 而這件事的 透氣性能好不好呢 我有朋友 就帶著它跑步 帶著頭粒 帶著它跑步 他覺得OK 不是差太遠 我就相信他的 別收 因為我自己還沒下場 近來也沒下場 所以它都變成了 整個疫情過後 我都有機會是 頭粒加這個 因為豬嘴 好就不是不好 不過如果真的打爆了 也挺斜的 而且如果你不放涼 這些位置 應該會爛爛的 好了 這次就是很快 講一講 日本的Silicon Fisher 小吃 李宗盛 小吃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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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